17岁考入厦门大学 19岁大学毕业获博音新闻双学位 16岁考入湖南大学 16岁上大学 20岁考入中国科学院 朔博年度25岁博士毕 大成智慧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潜能开发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超常的智慧和能力 也就是我潜能开发要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说潜能开发跟超常智能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有脑瓶的基础 脑瓶是哪个学科的 它就是人体科学 而人体科学是谁提出来的 潜学森 潜学森大成智慧和人体科学理论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它怎么落地的 我打开这篇文章 郑州潜学森学校 把潜学森大成智慧教育 已经硕过累累 就是说他已经教出来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孩子了 王爷17岁考入厦门大学物理系 长笛9岁小学毕业15岁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波音主持专业 19岁大学毕业或波音新闻双学位 19岁已经大学毕业了 这就是潜学森学校用潜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理念来做出来的 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他们这个学校里边有很多是用这些方法啊 超常的智慧和能力就叫超常智能 杨晨16岁考入湖南大学 这个是16岁考入自然师范大学波音主持专业 这是17岁以超过北大的录取分数考入复旦大学 吴乐语 25岁博士毕业 5岁完成中学课程 3岁完成小学课程 16岁上大学 20岁考入中国科学院硕博联读 25岁博士毕业 看 25岁我们在干什么 然后18岁中科院硕博联读 15岁考上大学 林汝轩 16岁复旦大学录取 今年啊 就是今年 钱学森大乘智慧教育理念已经在孩子的学习上面落地了 这篇文章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搜郑州钱学森学校 他们的教育理念非常先进 OK 下面我来讲一讲 大乘智慧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就在这篇文章里面也有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搜 你看 这里写了 这一切源于钱学森大乘智慧教育思想 氏 准备 praise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